嗨 大家好 我是阿景 您猜的呢 港科广的宿舍自从爆出这个设计图纸之后 就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 而在各种up主传出实景图之后 更是让大家怀疑这到底还是不是大学的宿舍 虽然在网上也有各种这样子的 港科广宿舍room tour视频了 但是今天我还是想趁开学之前 带大家看一看我的宿舍 以及我们在入住一周多之后 对于这个宿舍的总体体验如何 Let's go 其实没有那么浮夸了 我们的户型其实分为好几种 有单人间 六人间 七人间 还有八人间 单人间的话是只有你 在有家庭或者已经结婚的情况下 才可以去选择 然后我们其他人就住在六七八人间里面 然后我的房间是一个八人间 好 这位是我们来自台北的文朔 Hello 2B洞的38号房 2B38好了 OK 首先进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客厅 在左边 然后左右都是两个厂 对 然后一边各四个房间 现在看一下客厅有啥 呃 客厅这边最主要的就是 那个有我们的餐桌 然后还有一个正常的冰箱 然后我们自己把那些 网块跟洗机用具在上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就是我们的厨房 这个冰箱其实不太正常 这个冰箱其实有点高级 双边开门 OK 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放进去 因为我超市根本就没开门这几天 这边是客厅 客厅现在放两个晾衣架了 对 主要就是放晾衣架 然后再放那个一盆很漂亮的植物 然后目前还有站顶一下脚踏车 对 还有我的车 然后还有一些是我的健身 健身汽车的小小的健身空间 看一下窗外的风景 我们这边是朝西对西向 所有的窗户都是向西的 所以在暖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些的 在黄昏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晒 就从下午基本上从4点开始就开始晒 已经晒到日落了 不过还是可以接受的 在这种空调房里面 有一点阳光也是不错 在下午慵懒的读书 OK 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摄氏 其实就没有多少 有冰箱然后有这个热水机 然后还有这个抽水泵 但是厨房的储物空间 跟正常家庭其实差不多 非常多的空间 这些现在基本上都是空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做饭 因为学校在管控 所以没能处去购物 下面有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厨房的话 自备一个电磁炉 自备一个锅 还有一个炒锅 然后还有微波炉 然后还有更多的空间 还有我的炖汤 炖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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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往那边看吧 一侧共是4个房间 然后都有一些凹槽 可以放清洁用具之类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洗漱台 Yeah 洗漱台里面的这个镜子里面 是有非常大的触控 这个足够你放下你所有的洗漱用品 如果你不是一个美妆博主的话 应该还可以搞定 OK 然后这边是干尸分离的一个淋浴间 淋浴间其实还挺大的 就是最近水流有一些不稳 OK 然后这边是一个厕所 厕所空间还蛮大的 我感觉其实 要是原来把这个厕所给缩减一点 弄给洗澡间的话可能会 好一些 现在感觉洗澡间可能有点小了 里面转身有些不方便 换衣服什么的 那现在来看一下房间里面长什么样 先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房间 房间面积不大 但是可以藏出来一点 学习空间有点休息空间 这个是衣柜 衣柜里面空间还可以 足够放秋冬的衣服 上下都有风格 然后上面还有更多的储物空间 然后这个是书柜 书柜电脑放电脑的地方 桌子 其实蛮多人来这边就是不带广州的 其实没有电脑 这个手机电脑过来 然后桌面上空间就会大一些 下面还有很多屏幕 下面这个就放了个黑胶机 然后拦机 一下 然后这一只床 我在床边放了两个电子 这样就可以靠得这么多出来 床台 外面的view其实还不错 就是现在还是工地 不过对面就是东冲地铁站 可以看到列车经过还是蛮多的 然后这个是鱼湾卓马 一个很酷的藏族姑娘 基本上房间就这么大的空间 按照个人装修风格 装饰风格 可能会有黑风格 感觉 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小房间 然后这边 不想开机 所以我们都把它到这里出入房间 然后我们现在里面就是对手 对都是对手的 然后这边是洗手台 这边是女间 这边是厕所 这边是文硕的房间 要比我房间整洁 特别多 看起来就大很多很多 这个就是我房间 因为我不住广州 所以我东西 通常就少得非常非常多 基本上就只有一天要书 那重要是笔墊跟iPad 床底下还有一些储物房间 这都是帮我的 就是洗 那个盥洗用具 那你住进来之后有什么感受吗 住进来之后就感觉 第一个是比较新吧 然后第二个是 因为他新的关系可能 还需要一点时间来维护 让他们把这些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热水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其他各种各样的小问题 就是慢慢的处理掉 这样子就是住起来会舒服很多 对 然后我们这个父亲 他有一个小缺点就是 我们目前没有两台 就是 里头也不会有 对 就是我们没有两台 教职宫的楼是有一台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缺点吧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厕所 这边厕所是没有做降板设计的 所以它的水是同层排水 我们这栋楼里面 已经有一户出现的水 水连动的情况 我们这个八人间有一个特别不同的宿舍 这个是上下谷 上面感觉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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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啊 这个是什么 对是真的空调堆的水 空调堆的水 对 这是这个地方的圈 对一边就是我们的宿舍楼 一楼是电梯厅 然后有两个自动贩卖机 然后往这边走的是楼地厅 垃圾房 这边有男女厕所 然后一个洗衣间 洗衣间还是挺不错的 应该 应该够 很多人同时使用了 应该有24个洗衣器 然后干衣机的话 轰衣机的话 有12个轰衣机 然后它这边 洗一次3块5 轰一次3块5 然后轰的话 通常3块5的话 轰不干净 反正洗一次衣服下来 不会超过10块钱 而且它的load 还挺大的 然后这边的话 有免费可以使用的这个洗液和消毒液 还挺好的 有一个带投入使用的公共空间 还挺大的 宿舍的二楼是有一个新咨询中心的 这个宿舍在入住之后 只能说它好中好 怎么样 看完视频有没有想 马上申请港课馆充动 点个关注点个赞 下期带你看港科广的配套设施 饭行 教学楼等等 以及做一个文科生 我的申请流程是怎么样的 下期见